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的吻戏看着恶心 在红绿灯底下 两人相互奔赴 汹涌爱意转化为相拥 这个体型差谁懂啊 深深的一吻定情后 绿灯都要切红灯了 凯凯王还不愿意放开谈松韵 用浑厚有力的嗓音说 再等惠儿 摸头搂腰的声吻一绝 画面是十分美好 特别是在现场拍摄走戏的时候 NG重拍数次 轻的次数远远比看的次数多 凯凯王变换角度 还没正式开拍 就已经上手抚摸人谭松韵的脸颊 还美名其约贴心的说 这是在为谭松韵挡一挡风 在工作人员的眼神注视下 凯凯王低头亲吻谭松韵 导演在一旁起哄说 应该这样那样这样 凯凯王顿时就不乐意了 用一股你在教我做事的表情 回对导演 你花招挺多啊 说完就一股作气把松韵抱上肩 许诗动作太快 谭松韵还紧张压抑地说 这么高 为了照顾到她的感受 凯凯王慢慢地动作将谭松韵放下 然后再轻轻地倾注谭松韵的嘴唇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了再轻的这一瞬间 王凯仙是小拙了两下 才是看性地完全覆盖 谁看了不说一句好会啊 围观人群看着都狠狠地激动了 正在演的人怎么能不心动 等到导演喊卡的时候 谭松韵都羞涩埋进了王凯的怀里 凯凯王为了缓和气氛 特意向谭松韵开玩笑说 是不是特别置井追 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凯凯王在谭松韵面前就是个搞笑男吧 好在两人都演绎得很成功 导演当即就决定留下这一条 最抓码的是 凯凯王还与谭松韵一起羞涩地回看吻戏片段 宛如公开处刑 真的是让人羞涩不已啊 对这场吻戏的总结就是 他俩的吻戏花絮充满着爱意 成熟的男人有技巧 感受就是不同 但其实真正让观众朋友们上头的 不仅仅是戏里延伸的这些互动 还有两人在戏外大大方方的合体营业 是连导演都说受不了的程度啊 谭松韵只是贴近了一下凯凯王的脸颊 凯凯王就受不了了 直接就对着谭松韵 上演了一套填到给你贵的戏码 谭松韵有点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 王凯便只是谭松韵 此时该有矫情的反应 一边说讨厌讨厌才行 正是开拍的时候 谭松韵脸颊刚贴完 就迅速抽身躲开 可凯凯王还是能快速反应过来 大手艺咯 抓住了谭松韵的手臂 一把扯进自己的怀里 说着肉麻的逆呼的台词 谭松韵娇羞地拍打凯凯王的胸膛 不知道这个撒娇凯凯王满意了吗 反正已经是甜到贵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花絮就能看出 他们这些拍的是真的快乐开心啊 跟谭松韵在一块儿 王凯怕是虎牙都笑出来了吧 谭松韵与王凯在拍摄新剧《相风》而行时 两人曾使用了同款手机支架 相风而行的女配角曹一新 暗示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自从相风而行播出后 很多人都在科王凯谭松韵这对CP 有网友去曹一新评论区留言 王凯和谭松韵会不会在一起 曹一新回应 你猜猜 有人私信曹一新 如果谭松韵真和王凯恋爱了 你就发一段跳舞的视频 没想到真抱着猫咪出来跳舞了 对此 有网友吐槽曹一新喜多 就算是真的 这样暗示别人的感情 也太漏了吧 不过曹一新很快就会用了此事 透露私信从来没看过 但粉丝的留言基本都回 这种断章取义的内容 希望大家理智思考 别带剧中的各位演员 也希望大家不要带节奏 上个月也有网友爆料 王凯要结婚了 女方是宋茜 该消息一出 大家纷纷猜测 不会是真的吧 这两人都没有过合作 突然就结婚 到底是真是假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网友还曾爆料胡歌将官宣结婚 而后来胡歌确实承认生女了 很多人对此事半信半疑 没过多久 王凯和宋茜都发声明否认了此事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谣言 将会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 说起来 王凯还与蒋欣传过绯闻 两人当时合作了一部剧 经常发微博秀恩爱 甚至还传出两人已经悄悄登记结婚 但也有人调侃 王凯和蒋欣应该是姐妹 两人不太可能会在一起 这几年 王凯凭借狼牙榜伪装者 大江大河等多部作品 成为了一线男星 他出演的作品几乎都是高质量 从而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欢 如今41岁的王凯至今还是单身 与女明星传绯闻也很正常 无论如何 都祝福王凯 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 而谭松韵这边也不太平 前段时间媒体爆出 谭松韵的老公是华瀚 如今他是万达集团董事 著名出品人 资深媒体人 天使投资人 80后创业新贵代表 身高183厘米 体重70千克 其实在2022年的10月中旬 谭松韵就被爆出与华瀚结婚的传闻 如今过去半年了 谭松韵与华瀚结婚的消息再次被爆出 看来这个结婚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面对多次传出结婚的传闻 不论是华瀚还是谭松韵 都没有公开回应过 也许是想保持低调吧 在2023年开年大剧中 其中有一部 是由王凯和谭松韵主演的《向风而行》 这部电视剧《阴体才新盈》 播出后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如今细心的网友发现了端倪 与华瀚希希相关的华策影视 正是向风而行的投资方之一 除了这部电视剧之外 谭松韵参演的作品 还有多部是华策影视参与投资的 娱乐圈女明星的归宿 似乎就是嫁入豪门 但是许多成功嫁入豪门的女明星 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与丈夫的巨大年龄差 向爷孙恋这样的情形都比比皆是 如今谭松韵被曝嫁给了华瀚 二人年龄相当 华瀚事业有成 又是妥妥的富豪 虽然颜值不如明星帅 但是相信在专业人士的打造下 气质不会差了 华瀚作为年轻的富豪 身边自然不缺少女明星 越多会女明星传过绯闻 比如 李沁 居静一 赵寒英子 杨幂等众多当红的女明星 都与华瀚传过绯闻 其中与华瀚传绯闻最多的女明星 是景田 媒体爆出景田在上大学时候 就与华瀚在交往 正是在男友的帮助下 景田在刚出道还是新人的时候 就以女主角的身份参演了不少影视剧 如今景田因某运动员闹得焦头烂额 其实想想 还不如嫁给多金且低调的华瀚 也许现在的景田 也后悔错过了这个金龟序吧 如今再来谈华瀚与谭松韵的事情 既然多次被爆出结婚的消息 为何双方都保持沉默呢 还有这样的消息爆出 许多观众担心 谭松韵会不会退出娱乐圈呢 也许松韵只是懒得辟谣 毕竟没有真凭实据的东西 谁会轻易相信呢 明星的恋情总是能引起网友关注的 但是也要时刻情形 以性吃瓜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